歡迎來到《港超聯 無名英雄》系列的第一集 很多時我們最常看到的是一班球員或教練團隊 但其實在足球世界中還有很多人和事都值得我們去發掘和探索 《港超聯 》是香港超級聯賽 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品牌 第一集我們會跟大家看看這個品牌和球會以及贊助商的小故事 不如我們就聽聽Olympus市場部高級經理Nobo 以及南區市場市場代表Gary作為合作夥伴的心聲 很榮幸跟Gary可以合作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想要的品牌 一直都沒有特別跟體育有關的運動團體合作 但這次都很榮幸得到Gary的合作關係上的突破 感想是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也相信各位球迷或很多朋友都覺得 其實在《港超聯 》或在足球方面香港來說 可能始終不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一個 叫做很多人說很多人一定會很留意的地方 但我覺得在這個合作上 反而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溝通上或合作上 我們會加強了很多的溝通 令到那件事會更加多人認識 無論是球迷、足球影響的朋友 甚至我們自己的玩家 都覺得原來香港都有《港超聯》 有足球上的消息 也挺開心可以有這些運動上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一個很正面的 其實故事主要是我們作為球隊 作為的形象很重要 一輯很漂亮的相片 讓球迷認識我們的球員 我們新的球衣都重要 我們跟Olympics合作在第二年 第一年我們有些比較簡單的 一些視頻很簡單的相片 今年跟Lobo聊天 就想要多一點點變化 就不如想一想 我們做一些行動的相片 多一些 令到球員的漂亮的姿態 或者射球 或者形仔相片 可以多一點球迷 可以欣賞得到 我想這方面 我們看了這輯相片之後 我想大家都看到 我們球員很帥 也有賴於Olympics在這方面 可以提供到我們的支援 例如提供到很出色的照片 幫我們拍出這麼漂亮的相片 這也是重要的 這就是源自 相機快 整件事的理念 硬件首先是為何合作得到這件事 就是當初 Olympics出了一部新相機 想找一個途徑 去試一下這部相機 可以做得多快 其中一個運動 在香港最受歡迎的 一定是足球 其中一個攝影師 呼了朋友 可以去尼南區 去試一下相機 就開始了這部的關係 很幸運 也很難得 有這個品牌 也有LOBO這麼支持 老實說 你要一些大的機構 去相信香港足球 其實不容易 近十年八年 也不容易 但是真的 好幸運 LOBO喜歡看香港球 亦都認識香港球 亦都 即是 他老闆 亦都很支持整個理念 還有我想 這幾年我們球會做的一些 形象 或者做一些 這幾年所做的一切 例如 管中巴士的贊助 所做的 亦都很正面地 吸引到一些 很好的機構 去贊助我們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環 另外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 Olympics的投入度 比很多其他贊助商更多 也很幸運 很多不同的贊助商 可能只是贊助之後 就未必會投入很多 但是 Olympics在這方面 做的投放的東西 很多 譬如這支照片 整個Idea 去構思 接下來我們有一本書 的照片集 還有我們 他們也搞了這份 影相班 令他們的會員 可以入場看到半地球 其實這一方面 加起來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要他們帶到 多一些的人 去認識 半地球 其實都挺重要的 看完藍區之後 我們就由香港仔 出發去到石門 探訪香港近年 最成功的球會 傑之 怎麼少得球會一吉祥物 傑仔呢 有一間球會之所以 有人支持 除了地區 或者家庭因素之外 跟球迷的互動 亦都很重要 憑著球會 製造出來的產品 球迷會感受到 原來他們跟球會 是形影不離 當跟球會 連成一線之後 你支持的心 就自然永不改變 一起聽聽 傑之的Marketing 怎麼說 我們每年都會 有一個主題 今年的主題 就是讓傑之傳承 我們想將 其實將 我們對足球 或者大家對足球的想法 怎樣可以擺入 傑之這個球隊 這個品牌 宣揚出去 因為其實足球 我覺得是 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而 球會 或者支持的球隊 是球迷的信仰 我們怎樣把這個信仰 怎樣包裝出去呢 今年就用傳承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也有 不同的長刊的故事 說回 傑之中有什麼傳承的故事 包括一些入會的禮物 就將爸爸年代上一輩的小玩意 我也玩過 那就給大家 可能爸爸的球迷 就可以帶給下一代的小朋友 那就玩一下這個遊戲 那也都滲了一些 譬如 這個是 四七至四八年度的球衣 也都滲了一些資訊 讓大家知道 以前的足球 以前的香港足球 以前的結智是怎樣 現在又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可能在港超聯 我們的賽事上面 就做多些事情 我們有可能每場港超聯 做一些場刊 做可能每場有一些新的商品 去給不同球迷 去更加認識我們的結智 這個會議是什麼 不論是我們今年主題的傳承 我們場刊都有九個不同的故事 不論是女子隊 教練 或者是球迷 或者是青年隊等等 我都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 去跟不同的人說回結智 其實不只是一類的 我們還有上上下下 其實我們有很多 不同的人士、辭分者 都在結智裡面 都希望比更多的球迷 去知道我們結智的不同的人 我看到的長刊 在Edmond面前 Edmond面前 其實很有心思 因為不特別 不只是剛才所說一隊 我們還有女子隊 結智足球小精兵專區 剛剛Edmond有說 就是把球員文化的牌 例如去拍照 還有球員小節式 中村最喜歡哪個球員 你最喜歡吃什麼 都會在小精兵專區 有放出來 可以讓人認識更多 還有這一份 就是我們專門放在小精兵專區 可以讓家庭、小孩子 去看小訪問之外 又不會太悶 因為有一個遊戲 可以讓他們玩 兒子出來 看到他這麼受歡迎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每一次去球場 很多女生、小朋友 甚至一部大朋友 都會找他拍照 抱著他 抱著他 我也很疼他 其實剛才說到一些紙卡遊戲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建築中心這裡 其實都是有球會的精品店 擁有一間自家的專門店 當然會令到球員和球迷更加有歸屬感 形象、興趣、效果、潛力 其實往往都是離不開這四個範疇 足球員是公眾人物 專業形象很重要 隨著時代進步 球迷要求的東西 已經不僅是 你要在牆上進的一個漂亮球 或者有幾個搏舊 而是更加在乎彼此的關係